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今天跟各位谈一个主题 叫做善护其心 善护其心 刚好我在写这个波罗道磁地的 这个《生性业果》里面 这初稿已经写好了 里面有一段就讲到了这个 所有业的成就啊 不外乎这三个 就是业心业势跟业田 可能大家对于 这个业心业势概念可能比较陌生呢 我再举个就是 我们布施的时候有 施心 施物 施田 布施的功德的大小是根据 这个施物 施心 施田而成就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佛经上讲说 施心最大 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 阿难呢 布施了一波饭给佛 佛又呢 把这波饭布施给狗 于是佛问说 你布施饭给我的功德大 还是我布施饭给狗的功德大 阿难说佛的功德大 为什么 因为佛的心量广大 阿难的田 他不是给佛的田是功德最大的 可是佛的心量广大 所以布施给狗的功德胜过 布施给佛的功德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 这个施心的重要性 施心的重要 同样的夜心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经典里面我也举一个 经典里面很有代表性的故事 就是什么呢 三个人同样在绕塔 绕佛塔 绕这个塔 三个人的心不一样 一个人干什么呢 他在绕的时候 他是很恭敬的 南无当来弥勒尊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远地藏菩萨 他的心里是存着三宝的心机 一个人是什么呢 哎呀好热哦 最近事情比较多 我绕塔绕塔轻松轻松 是吧 还有一个人他想说 哇这个塔里面肯定很好东西 我还不能偷 我先看看到底怎么进去 他就一面绕 就一面打着这个算盘 就绕 好了 大家都绕了半个钟头呢 三个人的结果果报不一样 一个人呢 有功德 一个人呢 没有功德也没有过失 起偷心的人有罪过 你表面上看三个人都做同样的工作 对不对啊 可是三个人得的果报 一个人是什么呢 是有功 有善念 一个人是有过 遭恶报 一个人是什么呢 没有过没有功 这个故事跟佛 施波范给狗的那个故事 是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了 这个心念的重要性啊 这两个故事太巧啊 太奥妙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就是说呢 大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在任何时间都要把你的心念要端正 很多人的话呢 不是利益他的事情 他不做 一碰到的事情 跟他没有利益 我不会 我不懂 我不知道 跟我没关系 我不做 你找别人 我告诉各位 只有利益自己的事情 我喜欢做 我来做 我告诉你 没有功德 这两个故事啊 我特别选出来给大家 就是什么呢 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要时时刻刻 要散乎其心 要什么 要常常起个什么 一个无私的 一个恭敬的心情 常常的起一个散念的心情呢 来面对所有的事情 面对所有的人 面对所有的境界 那么你的功德 时时刻刻在成长 好好讲这边